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今天让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这么重要的题目 主啊这实在是我们整个一生中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跟人际关系 跟你给我们身上的托付 帮助我们在这个 这么重要的题目底下 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蒙福 把我们从各样的错误 甚至痛苦里面就拔出来 把婚姻该有的祝福 跟享受跟该有的见证 能够重建在你儿女们的中间 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要讲这个题目 我也很高兴看到 单身的弟兄姊妹在 因为他不是只是为了结了婚的人 我上次讲过了 如果你是单身 非常需要听 可以避免将来很多不必要的痛苦 跟错误 那如果你已经结婚的呢 如果已经在危机里面 我们希望我们借着主的话 能够让我们得到转机 如果婚姻不胜理想 只是不够好 那我们希望能够变得变好 那如果你婚姻觉得已经很好了 那我们就希望它更好 如果你还没结婚 是要结婚的 能好好预备好自己 能够带着充足的信心 诚心和充足的信心 进入婚姻 不要那么害怕 因为常常听到 我们弟兄会开会的时候 有两个单身的弟兄来参加 我们常常讲到我们血泪死的时候 都要回头看他们一下 所以希望不要discourage的他们 让他们不敢进入婚姻 其实不是的 婚姻真的是蒙福的事情 那同样的 如果你是已经守独生的 你也需要听 因为这个世代 几乎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婚姻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所以神家很需要一些老恋的 认识主的人 生命成熟的人 婚姻上能够帮助大家走出困境的人 能够大家一起来学习 那今天要讲婚姻呢 我基本上是把今年五月份 六月份家庭乐 我讲的那三堂 三合一 把它的精华 condense在一起 跟大家交通 那我也很希望 弟兄姊妹 我们如果你想再更深入一点听的话 可以回头去听那几个 不光我讲的 还有别人讲的 婚姻的课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的 你发现我们要训练一个doctor 大概花七年 对不对 engineer可能四年到七年 一个律师也是七年 就花这么多年的时间 去装备 去训练 去考试 去教导 然后他出来 还是entry level而已 还是实习医生 天天跟到后面 还要看年长的医生怎么样治病 我在医院里面 每天清晨六点钟 这个组织医生后面带了十几个医生 那种实习医生 个个都乖得不得了 然后就跟他报告 然后他当场有时候就骂人的 说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你才发现世界上 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学 可是在最重要的人际关系 就是夫妻 结果我们很少人 是学了七年功课以后 才进入婚姻的 很少人去上课 被人家骂到已经老练了 才进入婚姻的 几乎都是进去 然后才梦醒 才头破血流 然后才很辛苦地 一路走来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那我们现在就希望回到圣经 来看到底圣经 在婚姻上是怎么回事 那这些的认识 能够帮助我们在婚姻里面 能够从困境 从痛苦中 从错误中走出来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你只要用心去观察 现定的世界 几乎人类最大的痛苦 都从家庭出来 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 绝大部分肉身的病 physical disease 都是从mental 从我们的心理的疾病 所产生的 而心理或者情绪上 所产生的疾病 心理上的病 绝大部分是 人际关系出的问题 而人际关系 最会影响我们的 就是父亲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来这里 看这些题目 都不是这么多个题目 中间的一个题目 其实每一个题目 像我上上礼拜 讲到嘴唇所结的果子 我就听到 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 她原来甚至都觉得 听到弟兄姊妹 薄饼祷告说 我是个误会的罪人 觉得那是一个客气话 觉得那是很遥远的 等到开始操练口舌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 真是有这么多 不单纯的东西 真的心里承认 自己是个误会的人 所以每一个题目都很重要 关键在于我们 怎么样子的态度 去面对它 所以当我们要来讲 婚姻的时候 我也希望大家 我们一起在主人面前学 要不甘心 要不甘心 我的婚姻是这个样子 一定要从困境里面 突破出来 不要只是 勉强地维持局面 不要只是在那里 忍气吞声咬牙切齿 而是应该从困境中 找到出路 然后让我们 不管怎么样子的婚姻 都被主来医治 被主来重建 被主来恢复 让我们真正享受 婚姻该有的生活 该有的见证 好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 第一件事情先回到起初 就是从伊甸园里面 来看神所设计的婚姻 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这是 一开始婚姻出现的时候 圣经上 把它这么清楚地 放在创世纪第二章 我们常常讲创世纪的时候 讲到创世纪的头三章 是整本圣经的央田 所有圣经的真理 都蕴含在这三章里面 你都可以在这三章里面找到 教会的真理 得胜的真理 撒旦 属灵征战的真理 救恩的真理 救赎的真理 神同在的真理 通通都在这里面 而却花了这么大的篇幅 讲夫妻 你就晓得 人受造的目的和价值 那个最高峰达到的 就是神造男又造女 整个万有创造 神说有就有 独独人 神自己造 造了他自己的形象 按照他的样式造 然后神吹气在其中 整个人的受造 跟所有的受造都不一样 神造的他的形象造的 神把他的生命气息给他 神把爱给他 也独有人被称为神的儿女 所以这是人特殊的受造 而我们平常讲 人受造就停在这里 却没有想到 整个创世纪最高峰 就是神造了人之后 造了男人之后 神却说那人独居不好 然后神为他造了女人 神创造了婚姻 建立了婚姻 然后神看一切所造的甚好 然后神进入了安息 所以你要晓得 婚姻在神整个旨意里面 是太大 太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光只是今天 这个世代的问题 这个世代的痛苦 从婚姻里面出来 婚姻的混乱 造成的道德的败坏 家庭的破裂 孩子们在一个 不健康的黄金里面成长 一大堆社会的问题 都从家庭出现 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还不在于解决 我们人的问题 我们应该先回到圣经里面 看见神对婚姻 到底是什么意念 它是一个这么崇高的意念 这么荣耀的意念 而且是一件这么蒙福的事情 能够让神享受到一个地步 神看甚好 然后神可以安息 不需要再做了 什么叫做神进入安息 It's perfect 神不需要再做了 后来人类的堕落 等等等等 我们说是打岔好人堕落了 其实神早就知道了 这整个婚姻的出现 是在神整个的旨意里面 是太重要的事 我们一起来看 好不好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读18节到25节 在这边我说到 有七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我本来不想把号码编出来 但是我怕大家回到家就忘了 所以我还是把号码编出来 等一下我会把这七件事情走一遍 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 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它为女人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 并不羞耻 好 那我们在这里回头来看 这七件事情 这七件事情就是回到起初 当你走迷路的时候 你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回到正路上来 不要一错再错 这是最直接的方法 所以为什么当弟兄们在那里 恢复教会 要把教会从死成 失败的光景带回来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候讲的三句话 非常有名的话 叫做back to the beginning back to the Bible 然后back to the body 六个 六个B 就是回到起初 回到圣经 回到身体 这是当时在弟兄们中间 在教会复兴史里面 非常有名的话 就是当我们错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回到起初 回到圣经里面来 所以今天婚姻这么混乱 被仇敌破坏成这个样子 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叹气 不是无可奈何 而是回到圣经 多有一些的家 回到圣经 回到起初 把一个家庭该有的生活活出来 在这个世界里面 真的是在这个弯曲 被谬的时代 好像明光照耀 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把真正的家庭 该有的生活表明出来 所以在这里讲到的七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耶和华神说 讲到神是婚姻的designer 神是婚姻的设计者 其实他不光是一个 最伟大的designer 他也是婚姻的builder 建造者 他也是婚姻的counselor 婚姻出问题 直接去找主 因为这是他设计的 他知道问题在哪里 他是最好的healer 破裂了 创伤了 让他来医治我们 其实他也是这个家庭里面 最重要的key members 家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成员 基督在我们的家中 不仅要在我们的家中 他必须在我们家中举首位 所以婚姻 如果你要离开神 而去想要建造一个 幸福快乐的婚姻 我不是说不可能 这个世界上不信耶稣的人 有的人的婚姻 比基督徒的婚姻还要好 这是我们必须谦卑承认的 但是我们没有到位 到神所要给我们的婚姻 因为peace the designer 他知道什么婚姻才是最上好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知道婚姻出问题 我必须回到神面前 弟兄姊妹算我求求你们 我们都会出问题 我们都会有挣扎 有矛盾 有伤害 有冲突 有误会 有不了解 有不能够忍受的东西 弟兄姊妹要做的事情 回到神面前 he is a great designer he is the builder he is the counselor he is the healer he is the peer member 可能在中国的弟兄姊妹 要写信来责备我了 他说 余弟兄你少用英文 多讲中文 他是最伟大的设计者 他是最伟大的建造者 他是最伟大的辅导者 他是最伟大的医治者 他是最伟大 最重要的家庭的一员 所以你读创世记 读伊甸园 决定不能不读神 不能够光只想到亚当夏娃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那伊甸园里面还有主在 所以he is the peer member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所以神对婚姻的意念是正面的 决定是正面的 他说那人独居不好 所以换句话说 神是要造一个女人 让婚姻更好 今天是因为人堕落了 今天人被仇敌破坏了 所以很多人进入婚姻以后 都羡慕那些没进入婚姻的 那人独居真好 那这是我们把他给搞砸了 让人家怕了 弟兄姊妹 那其实神的心意是 那人独居不好 所以神造一个配偶 是来帮助他 不是来绑住他 不是来伤害他的 所以这个帮助 azir这个字 于师母很早以前 在讲家庭的时候 跟我们讲过 他们这个希伯来文里面 在旧约圣经里面 这个azir这个字 用了大概21次 其中18次是用在神对人的帮助 他不是只是一个小秘书 帮你提东西的 或是拿兵器的跟在旁边 唯唯唯诺诺诺听先生的 我知道在中国大陆是没有这种思想 所以跟你们讲 你们觉得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 那你只要回到50年以前的话 这个中国的社会就知道 姊妹根本没有太多的地位 像今天一样 就像我们澳洲去的弟兄 他说中国大陆说 女人顶半边天 他说不止半边 顶大半边天 现在是没有这种观念的 但是圣经里面神造女人 这个azir不是一个跟班的 他的帮助是实在的 是很高层次的 是真正祝福 帮助他的先生 能够站在一家之主的地位 把神建立家庭的使命 可以活出来 把神对这个家庭的托付 能够活出来 把神要给这个家的祝福 可以带下来 这是姊妹要帮助弟兄 来把这个家建造起来 所以神造的一个女人 是为了帮助她 各方面帮助她 她一定有很多地方不成熟 特别是我们弟兄们 成熟比姊妹慢 对不对 你同样去看15岁的弟兄 不是 男孩子跟女孩子 两个没得比的 姊妹们已经老金复杂到 不是 这些女孩子 不知道已经复杂到哪里去了 弟兄 男孩子就在那边打game 求疏了会frustrate地丢东西 就是很肤浅 所以神造姊妹帮助 你要知道 这是surprise 然后don't be surprised 你一定会发现 对方身上有很多的问题 神造女人就是要帮助弟兄 帮助弟兄 帮助她成熟 帮助她属灵 帮助她活出神 在她这个家中的托付和祝福 不要光买愿 神叫女士帮助她 不是去定罪她 不是去指责她 不是去埋怨她 是要去帮助她 你们姊妹们不要怪我 我等一下会帮你们说话的 第三个 神造这个女人 是从她身上取下一条肋骨 造了一个女人 就把她领到那人跟前 所以第三件事情 讲到婚姻 神主宰的权柄 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 你会说我结婚的时候 我还没信耶稣 但是你没结婚 你还没结婚 没信耶稣以前 神存不存在 神早就存在 他从根古到永远 他就是神 诗篇139篇告诉我们 我们在地上的日子 还没有过一天 都已经全部写在神的册上 所以你会遇到谁 你会跟谁结婚 全部在神主宰的权柄里面 你会用很肤浅的标准去结婚 找了一个有钱的 有绿卡的 有公民权的 结果却不爱你的 我跟你讲 这些事情神通通都知道 你不能都去怪神 但是当神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以后 不管你原来是多糟 当我们接受主的那一天开始 整个局面神要来转变 所以你必须从心里面 在主的面前 浮在神的手下 接受这个结果 你不要再去懊悔 不要再去比较 不要再去羡慕别人家的草 为什么比较绿 那个Jimmy Evans说 因为那个草地你没去 你没看到狗屎在里面 人家的草绿是因为人家去浇灌 你不浇灌 所以不要去羡慕别人 要很真实地去面对 这是神所配合的 到死都不能分 不是啊 就是到死才不能够把我们分开来 在死之前 没有任何的原因要叫我们分开来 圣经上只准许两种的情形离开 一种就是淫乱 一个就是死亡 不幸的人坚持要离开 可以让他离开 但是我的婚姻不改变 我为他祷告 希望他有一天回来 这是圣经上的话 因为神所设立的人就是不能分开 这是主耶稣说的 所以门徒们就是那些人跑来挑战主耶稣说 那摩西却容许人有修书 主耶稣说 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 然而起初不是这样 所以请大家记得 神容许并不代表神喜悦 神容许并不代表是出于神 我们必须种什么收什么 要为自己的拣选负绝对的责任 但是神可以为我们一切的错误 祂能够施恩 能够怜悯 能够帮助 让我们从所有的错误里面 在祂的恩典中往上走 神所配合的人是不能分开的 你硬要去分开 那么结局 我们要有一个更痛苦的结局 可能自己要去面对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 第三件事情要讲到的 第四件事情 他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 这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所以换句话说 当男人的肋骨出来以后 他就不再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 他是一个有缺陷的人 而这个缺陷 只能够借着这个女人来把他补全 所以圣经的原则 从一变为二 从二变为一 所以今天在这边有一个饼 啪 拨成两半 他没有办法去跟别的饼 合成完整的一个饼 他必须跟原来的饼合在一起 这就是神所做的 不管是拨掉大块 三分之一块 十分之一块 当它拨开来的时候 它必须跟原来的合在一起 它才是一个完整的 今天不管你把你姊妹 看成你的家中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五 他是从我们身上出来的 只要没有他 你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 我们彼此都需要对方 所以男人 女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同 太多的不同 我礼拜五在新人小组听到姊妹做见证 她说她怀老二的时候 医生说这个孩子有可能当心肿 就是蒙古症 唐氏综合症的概率 比别的孩子多一百倍 她说她从听到的那一天就以泪洗面 天天痛苦得不得了 她就做见证怎么样 Pray through 让基督的平安进来 她说她那两个礼拜天天以泪洗面 她说她的弟兄却不紧张 她弟兄说 医生又没有说百分之百会是你担心什么 她说医生虽然没有说百分之百 可是她说比别人多一百倍 已经够 已经够让我担心的 你发现男人 女人居然会差这么多 会差这么多 所以天然受造个性 对事情的看法 对价值 对难处的handling 对不起 我今天这个小的老师掉 我们有太多的不一样 但是两个人加在一起 正面地加在一起 那个祝福是远超过 我们一个人能够handle的 但是今天当我们不肯属灵 不肯照着主的话 来过基督的生活 来舍己的话 两个人加在一起是消耗 是伤害 是破坏 但是又不能分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决定 到底我们要过怎样的生活 你要看到 失去了它我就不完全 我在神的眼中永远不完全 而且就着我的生命 我的性格 我的性情来说也永远不完全 因为我们需要它 真的需要它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的另外一半 真的是一无是处 他说余牧师 别人我不知道 你看别的账户都那么好 我家的那个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它一无是处 这是我们的感受 在神眼中不是这样 他该有的那一份没出来 他该有的表现没出来 他决定有他的责任 他需要被神管教 他生命需要被神改变 但是我们这一面 我们一定要弄正面的态度 来看这件事情 要不甘心他这个样子 要不甘心他这个样子 一定要祷告 外面不强求 里面不妥协 外面不用凶的 不用吵的 但是里面不妥协 主啊 我的丈夫 决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主 我的姊妹 决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 夫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第五件事情 人要离开父母 讲到我们的priority改变了 我们的优先顺序 从父母亲是第一优先 当然除了神以外 神永远是第一 就是人际关系里面 从父母最深的关系 最绝对的关系 一进入婚姻以后 就变成夫妻是第一 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因为中国人很讲孝顺的 不是说要把父母丢掉 反而应该要 两个人加起来 变成一个人 所以他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就是他的父母 不再讲你的父母 我的父母 都是我们的父母 这是圣经的原则 当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双方的父母 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不是不要孝顺 但是priority一定要改变 因为两个人是一个人 如果两个人 不能够成为一个人 你就不可能说 我要离开另外一边 忽略另外一方 先去满足我的父母 那是一定造成家庭问题 这是我们今天中国 很明显的问题 很多人一辈子没办法断来 一定要跟着父母亲 我不是说不要孝顺 决定要孝顺 但是你不能所有的事情 把妻子丢到一边 把丈夫丢到一边 只跟自己的家连接 让自己跟自己的老家是最亲的 然后把妻子或把丈夫放成吃药的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 请你一定要改变 这不是圣经上的 这不是我的看法 这个是圣经上的看法 这个不是我自己在圣经上找东西来讲 这是圣经上的讲法 人要离开父母 不是要离弃父母 听到吗 大家要听清楚 不是要离弃父母 绝对不可以 一辈子要孝顺父母 但是呢 顺序上 优先顺序上 两个人是一个人 我永远要把对方放在第一个 我要借着祷告 借着爱 借着劝 帮助另外一方 我们一起来孝顺我们的父母 同样的我也应该去孝顺他的父母 所以很多夫妻吵架 跑到我们中间来 都是在阴落上出了问题 每个人要寄钱回家 然后都不讲究寄钱回家 都要交通 两个人一起祷告 两个人一起做 因为两个人是一个人 Priority已经改变了 第六个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刚才已经说过了 不能够再分 两个人是变成一个人 第七个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 并不羞耻 一方面说到 我们可以完全地坦诚相待 不需要隐藏 也不应该有任何的隐藏 就是赤裸裸的 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 我在你面前没有隐藏 没有谎言 没有欺骗 没有诡诈 这就是我Be true 第二个也说到 我们在主里面 完全地接纳和尊重 我不会去嘲笑 我们的difference 我是完全地接纳 完全地尊重 所以当时 罪恶没有来的时候 两个人的关系是纯洁的 没有邪念 没有不好的思想 两个人赤身露体 没有任何的羞耻 但是今天夫妻两个人中间 已经 很多的东西都不能坦诚相见 很多的秘密 很多的隐藏 很多不能接纳对方的地方 嘲笑对方 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让我们不敢在对方觉得 我是被接纳的 我是这样子的人 我有软弱 我需要你帮助 现在一定都很缺少的 所以你要知道你只要回去读圣经 你就发现神所要的婚姻 跟今天这个世代的婚姻 已经不知道这个世代 已经偏离了多远了 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来 基督教也好 不是基督教也好 到处有婚姻讲座 你要看他的讲 只是讲他的经验 讲他的看法 讲这个世代的现象呢 还是要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主里面 照着主的话 我就是主这么说 我就这么做 剩下的事情是神的事情 神一定要祝福的 所以在这里讲到 婚姻神圣的目的 是为了神的旨意 是为了神的荣耀 启示录第四章说到 万有受造 都是为了神的旨意被造的 同样的 当他造人的时候 他带着一个非常崇高的旨意 而这个旨意 最高的旨意在人身上 而在人的里面 最高的旨意在家的身上 借着家 他才能得到教会 才能够得到国度 所以教会 如果家庭不健全 教会不可能复兴的 家庭正常 家庭蒙福 整个教会活起来 神的旨意 才可能在我们中间出来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看见 为了要让神的旨意 所以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 讲到 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我是为了我的荣耀 所创造 所造作 所做成的 所以第二方面 我们不光是为了神 崇高的旨意被造 我们也是为了神的荣耀被造 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神的旨意通行 神的荣耀就出来 但是神的旨意 好像是蓝图一样 让我们知道神要什么 神的荣耀是 神的旨意成就了 从我们身上落实了 出来了 那个荣耀出来了 所以当我们成立婚姻的时候 我们在五月份 特别跟大家正一个观念 也是我们弟兄会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整个交通集中的中心 就是我们一个传统的错误观念 就觉得我结婚 是为了追求幸福和快乐 我结婚 为了传宗接代 我结婚 为了享受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 但是那本书的作者 《婚姻临初学》作者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其实不光他 好几本书都这么讲 圣经上也是这么说 婚姻的目的 不是为了幸福和快乐 婚姻的目的 是为了神的旨意 神的荣耀 幸福快乐 是该有的结果 那不是我婚姻的目的 如果你把婚姻的目的 是为了追求幸福和快乐 没有多久你的婚姻 就会开始出现问题 因为你会发现 对方不再能够 像从前那样子 给你幸福 给你快乐 从前什么东西都感谢你 面包烤焦了 就是好吃 没有多久通通变了 连你去食谱上学的菜 做得这么好吃 他好像没看到一样 他说怎么又吃啊 我们出去吃好了 兄姊妹 你会有很多的失望 很多的失望 很多的失望 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的幸福快乐 把我内心最深的需要和满足 建立在别人身上 建立在主以外的人事物上 更不要说建立在我的配偶身上 你找碗失败 你找碗失望的 这不是圣经的原则 圣经里面把我们 Deepest 那种unmet needs 跟desire 那种没有被满足的需要 跟欲望 跟可慕 这件事情 必须是在神身上得到的 而不是要在别人身上 尤其不是在对方身上得到 所以如果你觉得 我婚姻的目的是 为了追求幸福快乐 对方早晚马上 或是早晚会成为你埋怨的对象 因为你发现 我不再快乐了 我不再那么享受我的婚姻 我常常有失望 我对方常常有不满意 弟兄姊妹 你所有这些的不满 都不应该发给对方 是应该到神面前去 我为什么不满意 我为什么有了主还不满意 如果这句话不可能存在的话 就是有了主不可能不满意 就表示我跟主的关系出问题 我在婚姻上 不是我们相处上出问题 而是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 一定要回来去面对 我们里面的情形 所以为什么撒玛利亚的女人 一再换丈夫 换丈夫 已经换了五个丈夫 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 因为没有一个满意她 一换再换 带着新的盼望 带着新的条件 带着新的渴慕 结果一个接一个让她失望 圣经上早就讲了 所以主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喝我所吃的水 就永远不渴 而且不仅永远不渴 我所吃的水 要在他腹中成为泉源 只涌流到永生 所以我们里面真正的幸福快乐 真正的satisfaction 满足 必须建立在主身上 结婚不是这个目的 结婚是为了神的荣耀 什么叫做为了神的荣耀 神借着婚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神借着婚姻 让我们经历到祂的信实 祂不改变的爱 原来神这么爱我们 要借着我们的婚姻来把这个东西给见证出来 让别人看到 爱 神的爱是无条件的 神的爱是包容的 是接纳的 神的爱是舍己的 是牺牲的 祂怎样这样子爱我们 今天我要把这个爱给彰显出来 而我要把这个爱给彰显出来 第一个彰显的对象就是我的配偶 所以你绝对不可能说 我不爱我的配偶 你去爱世界 你去爱弟兄姊妹 不可能的事情 真要属灵 一定要在家里面 先开始 所以我知道对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很辛苦 因为都会想说 只要我的姊妹不要这么不爱主 不要这么血气 不要这么属肉体 我现在在属的手中功用会大很多 我们常常把这种埋怨放在她的身上 的确是很痛苦 我可以体会 你们不要误会了 想多了说是于师母 No 她是我最大的Azir 对我帮助太大了 我们只是看到太多的case 都把我不能属灵的原因放在对方身上 千万不要这样想 当你自己觉得 很多地方不满理意的时候 都说出了 我的生命需要被改变 所以一个哲学家讲到 妻子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镜子 因为没有一个人像配偶那样子 走到我们内心最深之处 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配偶 在我们的生活中看到我们最细微的 更何况还有很多东西他看不到 我们的思想他也看不到 但是至少光这个已经够我们看了 所以我那阵子开玩笑 我说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照妖镜 显出我们的本相 显出我们的丑陋 显出我们里面各式各样不像耶稣的地方 但是弟兄姊妹 不要白照镜子 不要白白受苦 每一次照完镜子 不要走后就忘了 照了以后就出主帮助我们 我说过了 祂是最伟大的counselor 祂是最伟大的healer 祂是最伟大的builder 祂知道医治我们 祂知道怎样安慰鼓励我们 祂知道怎样来建造我们 所以当我们在婚姻里面 生命不断被主写明 不断地被主改变 而让我们真正能够活出 神怎样爱我们的那个爱 神怎样爱以色列被盗的百姓 我前两天特别拿出和西亚书来读 神叫和西亚去娶一个淫妇 这对和西亚真的是很痛苦的事 他这么近前神的仆人 神叫他去娶一个淫妇 然后要收他淫乱所生的孩子 换句话说 可能还不是他生的孩子 这个婚姻是为了神的旨意 是为了神的荣耀 今天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痛苦的境界 神在这里借着和西亚痛苦的经验 说出了神百姓给他的痛苦 然后也说出了神对他百姓 那个不离不弃的爱 他还是爱他 还是到市场上去把他给赎回来 因为这个人在外面卖淫 天天淫乱 神的百姓也天天败假身 所以这个东西在神心中的痛苦 神希望我们借着婚姻来体会神的痛苦 神希望我们借着婚姻 让我们看见神的那个不改变的爱 神也希望让我们借着婚姻 更在积极上 能够活出雅各苏说的良人和家偶中间 那样子的亲密的关系 不是只是在消极上面 来显明那个容忍 包容 来显明一个受伤的恋者 怎样反应 怎样的不离不弃 他更是希望我们在正面上 活出了雅各苏 家偶跟美人之间那种恋慕情深 那种同心同行 彼此相依相行的那种爱的境界 所以是为了神的荣耀 是为了神的见证 所以在这里婚姻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 就特别讲到一 婚姻里面要能够真正的蒙福 真正的荣耀神 真正的持久 真正的见证 一是关键 时间过得很快 我就简单提了 一的要求和见证 讲到祂是绝对的一 祂是完整的一 祂是在基督里的一 绝对的一 说到要完全地归属和接纳 因为这是神所配合的 祂不光是一个 not repressable 不能够被取代的那一个 而且是神给我们两个 神许可的 神所配合的 是最适合我们的 今天这个世代给人的观念 就是不和就换一个 不和就换一个 不需要勉强 但是真正圣经的婚姻 你必须是完全地接纳 是not repressable 决定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 不是根据对方的performance 不是根据对方的表现好不好 不是根据我的feeling 我现在感觉好不好 我不再觉得有爱了 我不再觉得受吸引了 我不再觉得快乐了 所以这个一是一个绝对的一 是一个不能妥协的一 是一个不能够取代的一 这是神所配合的人 不能够分开 所以第一件事情 是讲到绝对的一 第二件事情 讲到完整的一 彼此要在一起 才能够complete each other 才能够完整对方 所以今天我跟我的另外一半 如果不能够真正在主里面合一 我们中间不可能活出oneness 我们中间有太多的不同 我们要很勇敢地 很认真的 在主里面去面对这些不同 借着爱 借着实价 借着舍己 我们包容 接纳这个不同 我们更是借着爱 借着圣灵 让这个不同是成为祝福 而不是成为伤害 这是圣经上讲到的完整的一 第三个讲到基督里的一 我们讲到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特别说到三件事情 什么 降悲 舍己 和顺服 耶稣基督的心就是这三件事情 讲到我们全然地降悲之间 我们愿意舍己 愿意牺牲之间 然后我们愿意顺服 这样子的话 一的实际才可能出现 也才可能成长 所以婚姻神圣的目的 第一个是婚姻重大的意义 第一个是为了依 依在这里的一个要求和见证 第二个他在这里预表基督和教会 这是整个婚姻最高的境界 所以为什么圣经上道德与佛所书 就是我们的背诵经文 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 这是一个太大的奥秘 但是圣经上也很有人味 保罗不光把一个这么高的奥秘 启示给我们 底下就说 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 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就是换句话说 就算你不懂得这个奥秘 你还是要好好爱你的妻子 妻子呢 还是要好好地敬重你的丈夫 这是神所定的 这是一个幸福婚姻的秘诀 必须要有的 这是圣经上讲的 但是他在这里特别讲到 夫妻两个是在见证基督和教会 基督怎样全心地爱他的妻子 妻子怎样像教会一样 在凡事上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是以佛所说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看着自己 神对我们的要求 你是姊妹 就看见神对姊妹的要求 你是弟兄 就专心地读好 神对弟兄的要求 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想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一样 就是要舍己 你不要等到需要砍头的时候 才叫舍己 天天都是舍己的机会 回到家帮忙洗碗 帮忙看孩子 回到家姊妹 辛苦地安慰她 帮助她 这些东西通通都是舍己 妻子要学习顺服 这是圣经上的话 我想我们就只能够点到这边 那我们就集中在自己 所做的那一部分 只有这个样子才会work 婚姻才可能function 婚姻才可能真正的蒙福 我说过了 她是designer 电池 这边是正极 这边是负极 你说我硬要这样子反过来放 go ahead 你可以这样子放 你说我要怎样就怎样 可以 但是你不可能达到婚姻 该有的祝福和狗效 你的婚姻就是不function 因为这是神design 神design好以后告诉你 这样子work 这样子你一定蒙福 丈夫就是爱妻子 妻子就是要顺服 你说no 这个世代已经男女平等了 你可以去讲 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去讲 但是问题却出来了 做丈夫的也是这样子 你说她如果顺服我 我自然就爱她 爱是不能勉强的 我常常听弟兄这样讲 爱是不能勉强的 爱的感觉已经没有了 她如果顺服 我爱她是很自然的事情 就像于世母那个教授 讲她的妻子 她说she make loving her so easy 她把爱她 是变得这么容易的事情 你说我的妻子 就不是这样子的人 你通通不要去讲理由 电磁反过来就是反过来 她不work就是不work 你做丈夫的就是爱妻子 用爱来赢得她的敬重 用爱来折服她 让她顺服 同样的妻子也是这样 用长久温柔顺服的心 圣经上说这叫做 unfading beauty 永远不褪色的美丽 来吸引男人 吸引你的丈夫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集中在你自己的角色 不要再去管说 今天早上于迪勇讲得针对你 弟兄你听到了没有 你像不像个头啊 你有没有爱我 你有没有舍己啊 弟兄姊妹 如果你是这样子 姊妹你是这样子的话 你好像就白听了 那原谅我说 你的家会继续混乱 继续痛苦 同样的弟兄也一样 你早上听于弟兄讲了没有 他说妻子要凡事顺服 你听了没有 你顺服我就会爱你 这才不是我讲的 所以回家不要乱 乱搬弄是非 我就说你活好你的角色 专注你的角色 求神帮助你 活出你的角色 你发现你的婚姻的转机 就从你开始 改变从自己开始 改变从今天开始 改变从里面开始 我们常讲这几句话 我希望大家一起来学 那底下婚姻的这个五个西 我想我没有时间讲了 我就念过去了 大家可以回到六月底 大概Father's Day的时候 我讲的大概 要以基督为中心 讲到Christ Center 以色列在百姓 在旷野行走四十二站 每到一站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对着会幕安宁 就是你人生不管到哪个台阶 刚结婚也好 结婚了几年 生孩子了 生老大 生老二 后来孩子出嫁 当爷爷 不管到人生的哪一个台阶 会幕 每一次到了一个新的一站 永远对着会幕安宁 让基督是中心 Christ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 基督必须是我们生活的中心 第二件事情 以十字架为根基 Cross Center 没有十字架 不可能有真正的一 也就不可能真正有家庭的幸福 也不可能真正有属天的祝福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 讲这个课的时候 那个PowerPoint还是可以帮我们放好 我们常常讲到这个Triangle 有人叫做金三角 有人叫做Triangle of Love 这个爱的三角 丈夫妻子都向主 向神而去的时候 两个人中间的距离 是越来越近的 所以你看那两个降头 往上走 你看那往上走 两个人距离越来越近 如果两个人是远离神 以自己为中心的话 你就发现他是反面走 两个人的距离是越来越远 你越来越不认识他 你越来越觉得陌生 你越来越觉得自己很孤单 你觉得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 两个人同床一梦 因为神不是我们的中心 而第二个十字架 两个圆 十字架 如果我们都向着十字架去 肯舍己 什么叫做十字架 叫做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当我们都向着十字架去的时候 我们两个overlap的地方就越多 你现在hit or return 当然这个图子停在之后 如果再继续做的话 它两个会完全合在一起 所以你就像两个手掌这样子看好了 当你们都为了自己活的时候 两个人是越来越远 当两个人都是向着十字架去的时候 中间重合的部分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甚至完全地合一 我们是完全 真的是一 所以基督到底是不是向神去 到底是不是以十字架为根基 这个是一切婚姻的关键 弟兄姊妹 这个世界上的人不讲这个 但是我们在神家 这是神的出路 这是神的定义 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自己 第三个讲到永远的蒙约 爱是如死之坚强 重水不能熄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 圣经上宝多在讲到爱的时候 结束在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就是爱在所有的事情上 它都要能够apply出来 然后最后它说 爱是永不止息 Love never fails 永远不失败 而且never ends 它是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停下它来的 这是一个永远的蒙约 就必须到死 它是如死之坚强 第四个讲到至亲的伴侣 companion 它说我属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属我 到了后面 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六节 它说那靠着良人 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 经过了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 它说求你将我印在你的心上 如印记 戴在你的背上如戳记 讲到跟对方已经是 完全是一个 然后两个人靠着良人 从旷野上来 人生真的像一个 大而可畏的旷野 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挑战 圣经上讲到大而可畏 因为充满了野兽吼叫 圣经上告诉我们 撒旦如同吼叫的食指 遍地游行 寻找可以吞吃的 圣经上告诉我们 道贼来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 夫妻两个人 就好像你们两个现在 突然被丢到叙利亚 伊拉克 IS所在的headquarter 你们夫妻两个人 只有你们两个人 真的一起穿过那个旷野 真的同甘共苦 两个人同一个命运的那种关系 怎么样子能够靠着对方 穿过这个旷野 能够上来 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巴不得 每一对夫妻都是这样 人生里面太多旷野的经历 神的百姓在旷野 一再地绕行绕行绕行 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 倒闭在旷野里面 而今天很多的婚姻都在绕行 同样的故事 层出不穷 丈夫弃妻子不顺服 妻子顺 丈夫不爱她 不体贴 天天吵 从结婚开始吵 从生老大开始吵 从老大还在吵 生老二还在吵 等到孩子都去大学了 剩下两个人 那更吵 等到生了孙子还在吵 弟兄姊妹 这就要绕行 甚至倒闭 我希望我们里面 有这个不甘心 能够靠着良人 穿过这个大而可恶的旷野 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 他是我们最亲的同伴 他是my best friend 最亲最亲的friend 最后一个 讲到透明的沟通 communication 不敞开 不透明 不真诚 就给仇敌留下了很多的ground 就像毒瘤一样 他决定不是一下子 就是一个毒瘤 他从小小的细胞 开始分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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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不去面对 中间不透明 中间不坦诚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给魔鬼留地步 要借着敞开的交通 彼此可以接纳 这个世界上的专家说 80%的人际冲突 矛盾是从沟通不良引起来的 这个apply在公司 apply在任何人际关系 同样的夫妻之间 也很多的时候都是沟通出问题 沟通的态度 沟通口气 沟通的动机 沟通的方式 沟通的时间 沟通的内容 通通都会影响到 我们两个的关系是如何 所以我们很多功课要学 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太多要学 我在说一个doctor 一个engineer 一个lawyer 都需要花这么多年 学这个装备这个训练这个 在职里面还要继续地长进 但是对丈夫对妻子 我们却很少去学 让我们都一起回到圣经里面 要不甘心我的婚姻 继续这样子的下去 所以Denis Renning Family Life的负责人 他写了很多很好的书 他说任何的夫妻 不是迈向越来越亲密 就是迈向越来越孤立 Isolation 任何一顿婚姻 所以包括我们在座 所有的婚姻 我们只有两条路走 一个是越来越亲 一个是越来越分 关键是走哪一条路 全在乎你我自己的抉择 不要再把要求 放在对方身上 不要再把埋怨 丢在环境上 勇敢地去面对 我在婚姻上 我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而让我能够很真诚 很诚恳地求神赦免 求神帮助 也能够求我的另外一半 原谅我 包容我 给我时间 让我们在婚姻里面 是帮助对方一起成长 彼此同心同行 穿越旷野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你的话就是光 除掉我们所有的黑暗 你的话是生命 给我们生命的力量 让我们靠着你 也在你的里面 来面对我们的家庭生活 我们特别把婚姻 这么重大的事 交在你的手中 主 我们在这里 不让我们落到 这个世代的潮流 只是追求个人的幸福 只是追求短暂的精神 甚至只是从一个 自私的动机里面 来进入婚姻 只是为了能够 从对方身上得到快乐 却忘了你设立婚姻 是为了你荣耀的旨意 是为了你荣耀的彰显 你要在家庭里面 显出你的荣耀 你要借着婚姻的生活 来改变我们这个人 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和你的关系 也让每一个家都成为你的见证 成为基督和教会之间 那绝对的依 绝对的爱与顺服的见证 主啊 帮助我们 虽然我知道在我们中间 很多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家庭生活中 受尽的委屈 受尽的痛苦 受尽的搅扰 受尽的消耗 我们觉得疲惫 我们觉得没有盼望 我们觉得我们累了 主啊 求你来拯救我们 这个不是你所命定的婚姻 让我们回到起初 回到圣经 让你的话来兼顾我们 让你的生命来改变我们 让你的爱来融化我们 好 让我们都回到 神儿女该有的婚姻上 让婚姻对我们成为是祝福 让婚姻真正带给我们 你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分 因为我们借着婚姻 先来荣耀你 谢谢主 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